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学习计算机的运算器 那么运算器它其实主要是用于进行数据运算加工的 那么对于运算器 它其实主要是由数据缓冲器 ARU投入寄存器 以及状态质寄存器所组成的 我们接下来就来对运算器的组成部分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首先是这个数据缓冲器 那么对于数据缓冲器 它分为输入缓冲以及输出缓冲 那么输入缓冲 它用于暂时存放外设所送过来的数据的 如果说这个ARU它正在运算的话 那么这个下一个需要运算的数据 就保存在这个缓冲器里面 还有就是这个输出缓冲 它是用于暂时存放这个需要送往外设的数据的 当这个数据运算完从这个ARU输出的时候 它是保存在这个输出缓冲里面的 保存在这个输出缓冲里面 就等待控制器下一步的命令 然后把它送到相应的位置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数据缓冲器 接着是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ARU 那么ARU我们在前面也提及了很多次 那么实际上它的中文名字叫做算数逻辑单元 是这个运算器的主要组成部分 它可以完成常见的未运算 比如说左右移与货飞等等的未运算 它也可以完成一些算数运算 比如说这里面的加减乘除 都是使用这个ARU来完成的 那么ARU也是整个计算机 主要的运算的一个部分 对于这个ARU呢 在很多书籍里面 它的样子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A和B呢 是属于这个ARU的输入 有两个输入 这个F呢 是这个ARU的输出 在这里面 A和B是作为输入的 F呢 是作为输出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还有若干个这个控制线 K 控制线呢 是用于控制ARU里面的运算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ARU在很多一些计算机书籍里面的样子 那么其实呢 这个ARU里面的运算的具体的过程 也是蛮重要的内容 所以呢 我们在下一章会重点介绍这个ARU里面的运算的过程和方法 接着第三个部分 状态制计存器 那么对于状态制计存器呢 它主要是用于存放运算中的状态的 比如说条件码 进位 溢出 结果征服等等的 那么这些呢 都是存放在这个状态制计存器里面的 同时呢 它也可以存放一些运算的控制信息 比如说我们需要进行调试的时候呢 那么状态制计存器呢 你可以保存调试的跟踪标记位 以及这个允许中断位等等 那么这个呢 就是状态制计存器 接着还有这个投入计存器 那么投入计存器呢 其实跟这个控制器里面的投入计存器是类似的 它主要是用于存放一些数据或者是指令 同时呢 它也可以保存ALU的运算中间结果 那么它的容量呢 也比前面所介绍的一些作用的计存器 容量要大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计算机的运算器 它主要是用于进行数据的运算加工的 它主要是由这几个部分组成 有这个数据缓冲器 ALU 投入计存器 以及这个状态制计存器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